来新疆旅游,你得准备多少钱? 哦哦,最近我们新疆旅游不是被全国游客给挤爆了吗? 作为一个新疆人啊,是真的真的自豪 也特别特别欢迎大家来我们新疆旅游 我最近不是在西安吗? 就有很多西安的小伴说 哎,我们最近休假打算去你们新疆自驾 我们得准备多少钱?得花多少天呀? 这期视频我就跟大家盘点一下 去新疆旅游的一些攻略 如果你也需要,记得点赞和收藏哦 第一个问题 什么季节去新疆旅游是最好的? 新疆最美的季节肯定是夏天的6月到8月 伊犁、独库公路、伊昭公路、纳拉基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 乔尔玛、百里、画廊等 秋天呢,是9月到10月份 可以来和睦 可以来看看胡杨林 可以到看大司转一转 当然了,冬天呢,可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第二个问题 来新疆该怎么样规划这个旅游路线啊 全国范围内呢,一共是有三条路线可以进到新疆 一个呢,是从甘肃嘉域关 一个呢,是从青海 还有一个是从西藏到叶城 个人呢,是比较建议从海拔较低的甘肃进入到这个新疆 第三,在新疆自驾游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啊,开车的小伙伴们、老司机们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公路的限速问题 因为新疆的各大公路对这个限速把控的非常严格 比如说很多老司机都吃了这个限速的亏哦 还有一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新疆实在是太大了 温馨提示啊,自驾的小伙伴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 第四,也是大家最最最关心的就是来新疆旅游 你得准备多少钱 咱们不在牛角间的情况下哈 新疆旅游的花费呢 主要是跟在新疆旅游的时间来决定的 假如你计划全疆大环线 得需要45天 则人均需要准备15000到20000元 假如计划自驾一离环线 用时10天呢 则人均5000块钱就够了 小伙伴们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们在新疆旅游花了多少钱吧 你觉得值不值 我们在新疆旅游花费呢 需要钱 voc 简 "' 小伙伴们 就可以hostcrew计分 label